同学们好,欢迎收看秒学Ruby系列节目 上一讲,我们讲了数族类还有哈希类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将会讲文件夹类还有时间内的相关基础知识 本节的内容会比较紧凑,所以希望同学们不要分心哦 依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的知识要点 本节我们会先学习文件内的一个类和一个模块吧 文件夹类中的DR类,时间内的Time,Data和DateTime 之中还有关于时间的转换还有运算的 好,比较紧凑这节课,所以说我们还是先到终端里面去一点一点的学吧 说到文件内,那我们肯定就涉及到文件的处理 包括重命名啊,复制啊,还有删除 好,现在桌面上就已经放了一个文件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操作它 首先,一个文件内,我们可能要学习它的重命名文件 复制文件和删除文件 那好,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去重命名这样一个文件 同学们这些课就好多记一下笔记啊,因为都是一些方法的调用 这里会调用Fair类的Rename方法,它是一个类方法 然后取名叫C.RB吧 像这样,抛出返回值为0的时候就表示它已经重命名成功了 在这里这个号码确实没有太多可以讲的点 因为都是使劲硬背吧 这个地方都是提前设计好了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它是要调一个模块 我们先导入这一个模块哈 叫FairUTL 在这个模块中有一个叫做C.P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去复制这样一个文件 好,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复制文件就成功了 而删除文件呢 就是要用Fair里面的一个类方法叫Delete 我们可以把刚才创建的文件给删掉 返回1 这个文件就已经被删除了 而且这个文件它在系统里面就不管你是什么系统哈 Windows也好,Nex也好,Mac也好 它是彻底被删除掉的 在回收站里面是不可见的 完全删除掉的 所以这个方法用的时候 要记得慎用 好,文件的基本操作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文件夹的操作 文件夹的话 它也涉及到一个打开,读取,删除和添加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来打开一个目录 打开一个目录是用一个叫DNR的类 DN open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我的桌面上有什么东西吧 希望我的桌面上没有什么坏东西 用一个便电来装一下 获取到了一个类的实例 这个实例是DIR类的 那我怎么把我里面的文件一个个读出来呢 或者说我怎么把文件名给读出来呢 不要急 这个时候只能用循环去读 wileFailName等于DIR点RAID 用RAID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 它用循环的方式 把每一个文件都打印出来了 但是它打印的是文件呢 还是文件名呢 它其实是文件名 因为带引号 看得出它是一个字符串类 而实际上 看我们刚才的那个Fail类的操作 你可以发现 它操作文件 也主要是靠文件名 也就是说 我通过文件夹类 获取了文件名 再给文件类去操作 就可以了 比如批量复制 批量重命名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好 看了如何去读取目录中的文件名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样就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然后删除 仍然是Delete 它也仍然是彻底删除 文件夹就消失了 好 关于文件夹的基本操作 我就讲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时间的类 关于时间的类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 第一个是Time Date 和DateTime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 Time Time 我们来初始化一个Time类吧 初始化一个Time过后 我们发现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变量 2015年2月8号9点35分58秒 然后这个加8什么意思呢 加8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 就是80区 反复输入了多个值过后 我们会发现 它的时间是有变化的 就真的是跟着系统的时间在变化 那好 我们如果要获取现在的时间 就用点Now方法 其实获取出来是差距不大的 点Now方法 或者点6方法 它们都可以获取一个Time的实例 而在这个实例中 我们可以用这样几个方法 点year 获取今年的年 点Math 获取月 点Day 获取天 如果我们要获取 现在是一年中的第几天 我们可以调用 就是YDay 现在今天是这一年的第39天 我们就获取到了 我们可以看出哈 在Time内中它提供了大量的方法 来方便我们去计算很多很细节的时间上的东西 但是有同学会问 我们有时候需要把时间变成字符串来展示 我该怎么弄啊 不要急 不要急 同学们应该会猜得到该怎么弄吧 变成字符串 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前面姐讲过的 to s 对没错 to s 他就变成字符串 但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好像不太满足我们的需要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需求的样式会有点奇怪 那是怎样一个方法 来让我们自定义自己的时间格式呢 Time里面也有 这里让我用6 用6和用now是一样的 叫str f time 自定义时间格式 那每一个表示时间的单位 它是用不同的东西来表示的 这样来讲一点抽象 我还不如直接写说 百分之y 它表示年 百分之m表示月 百分之d 它表示天 百分之h 它表示小时 百分之m表示分 百分之s表示秒 通过这样的一个转换 就得到了我们所希望的格式 那好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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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需要导入一下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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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 关于自己的一个相当于 相当于闹的一个方法 叫today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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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time lat 的区别不是很大 它也可以获取年 类似的 它也可以进行加法运算 获取天加三天就是2月11号 减三天就是2月5号 与time类不同的是 time类进行加法运算的时候 它是以秒为单位的 而dat 是天 同样的dat 跟其他时间类一样 它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判断的运算 减三天肯定比今天要小 这是没问题的 而其他的操作的话 dat 和time 类区别都不是很大 而dat time类的话 它的区别度 就更少了 dat time 和time 类的所有方法都是几乎一致的 只是不同的是 dat time 类的单位是天 而time 类是秒 dat 类是天 但dat 类是精确到天 希望同学们下来之后 自己去比较一下 我在这里只说一下主要的区别 好 本节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作业是这样的 同学们自己打开一个文件夹 在里面添加一些文件 然后用我们今天学习的读取文件夹的方式 给里面的所有文件 循环的从命名 用time.6 获取时间的方式 得到的字符串 命名着所有的文件 作业就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的收看 啊 谢谢大家